大家好,我是中华基督教会机发小学的吴智鸥主音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 如何推行AI人工智能教育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科学科里面专题研习的应用 我们会用到CheckGBT,也会用到Dolly 我们在课题设计里面 其实也是对应科学科的课程设计特色 其中我们也选择了一部分进行我们今次的专题研习的学习设计 我们去运用AI的时候,相信有很多的老师都会有些担心 我们是要教他正确使用人工智能 这个亦都跟资讯素样系有关系 第二,我们希望长远小朋友去用到AI成为他们的学习伙伴 是有一个自主学习的能力在这里 围绕着这两点去想一些教学的策略,帮他解决一些问题 给一些工作纸上的例子大家去看 我们去用AI的时候 你问他一个问题,他会回答你很多答案 但是不是成千上万的字我们都要小朋友抄下去呢? 不是的,我们给小朋友其实就是你要回答有限的答案 你要回答最精要的答案 所以小朋友就需要在资讯里面选取一些有用的资料 每个同学选取的资讯都可能会有些出入的 继而后面就会影响了他自己的类水器设计 所以我们做完一些实验 其实最后是想小朋友设计一个 令到水质在含氧度和pH值上有优化的议器 他就向GPT提问了问题之后 就会得到一些资料,然后就请他去构思他的设计 和大家分享三个步骤 如何运用CheckGPT和多列 可以很简单也很有效地生产到一个类水器的设计 以往我们如果要去画一些方学设计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会去网络上找很多文章 或者去找很多图片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我们今次用CheckGPT可以做到更好的结果 首先第一点,我们会用CheckGPT去问一些资讯 资讯拿到之后 其实我们围绕着有四点原则 就会请小朋友去思考 首先我们就会叫小朋友去思考 他所答的答案里面 他说的科学原理你是明白多少 如果有一部分其实你都不明白的话 我希望同学先选一些他明白的科学原理 第二点,他去选择这些科学原理的时候 亦都要考虑他提供的答案 其实是否能够技术上自己做得到 以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 我们一定选择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做 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安全 我们根据这些原则 请小朋友筛选了答案之后 就放到Dolly那里 Dolly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平台 他能够将中文变成为图像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我们放进去之后 可以请他生产一些不同的概念图出来 这些概念图其实都会给到我们 有很多的brainstorm 我们这样用AI去找 就会有一个好处 他提供的答案是更具指向性的 这里也给大家去看看 其中我们班上一位同学 他用人工智能平台的一些记录 就是去检视到这个小朋友 其实在11月10日里面 不同的时间分别就着 泪水设计都问了不同的问题 而我们也会见到 小朋友他问问题的方式 是越来越精要和刁转 拿到一些他自己需要到的资料 这个也是一个证明 就是说小朋友已经是把这个AI 当成为他的学习伙伴 来到最后的部分 我也想和大家分享我们学校的一些发展方向 在我们学校的发展方向里面 我们希望我们的人工智能教学 是有自主学习和资讯素养的发展在里面 首先我们希望小朋友 能够用到AI自己设定一些 他有兴趣研习的目标 如果我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需要有什么的部署呢? 例如我先提问 去找资料 然后我可能要去购买 或者自己制作一些解难的工具 令到方法得以改善 甚至乎好像刚才我们的PoE的策略 会有一些检视在里面 检视自己是否做得好呢? 这个也跟规划是有关系的 第三就是一个自我监察 这个跟资讯素养十分之有关系 因为AI给我们的见识真的超级之多 如果小朋友没有一个好的资讯素养 在脑袋里面 他就可能会乱将自己得到一些资讯 大肆发布也不好 所以他们也需要在未来的课程里面 去知道哪些资讯是为之好 以及知道如何影响到人 还有就是一些自我检订 以及自我修订的情况 这些也跟前面自主学习相关的 去到最后总结的部分 我们有三点想送给大家 我们面对着未来 这个人工智能到底会发展成什么 都是未知之数 但我相信各位同工一定会 跟我们一起去拥抱这个教学的未来 我们应该要去和学生 培养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 无论科技怎样变得好 我们的态度依然是要做一个好的人 还有另一点 我们希望小朋友 就拥有21世纪应该要有的解难能力 希望他们可以透过有效率地去使用人工智能 去帮助他们日后的学习 甚至他们长大后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们老师有责任 去将这个科技带到课程里面 令到小朋友有所成长的一些好的结果 对了 最后如果大家都有兴趣去知道 我们学校最新的发展 欢迎掃回螢幕上的QR Code 我是五指红主任 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多谢 这些学校最新的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